從畫面中可以看到多名特勤 援警全副武裝隨後破門攻堅 進入屋內之後大聲呵斥控制現場 而嫌犯當下是一點錯愕 來不及反應 先帶來聽一段稍早警方訪問 在現場也查過了高級轎車兩部 彰款八十餘萬 手機十三支 電超級優雅台 電腦有三部大批會款單的固定 事發就在高雄林亞區 這個月五號中午 警方經過跟搜多時 眼看實際成熟 一舉查獲五名詐欺嫌犯 而這次所破獲的 並非單純只騙被害人前的一般水房 而是詐騙集團所設立的出境水房 主要是用來匯款一筆錢 取信被害人再誘騙更多的金額 相當的罕見 據了解陽性嫌犯 把自家當作句點操縱旗下車手 依據詐欺機房的指示 協助詐欺集團出境匯款 給被害人 讓被害人以為投資標的 真的可以獲利 進而投入更多財物 目前已經清查出29名被害人 損失數千萬元